好 另外要來關注的是在四月 在中國沿海地區是爆發了 孔甲殼類紅彩病毒 現在是金船入侵臺灣的養殖場 在新竹縣一處敖蝦養殖場 日前就被檢驗出十足 暮紅彩病毒 縣府是緊急派員前往銷毀 而多地的敖蝦養殖場 也有傳出類似的疫情 新竹縣家促疾病防治所就表示了 這種病毒是一種傳染力極高的病毒 對蝦 龍蝦的致死率 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遭到感染的熬蝦 主要是供應餐廳為主 不過目前還無法判斷 這種病毒是從何而來 以及何時進來 農委會已經開始在進行 國內蝦場的疫情監測 雖然這類病毒 並不會傳染給人類 但也請民眾盡量的來避免生死